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亲友医生 今天我们聊健康食物中的一个有益的成分 膳食纤维 这个膳食纤维是一种糖类的物质 这个糖类物质不容易被吸收 那很多人说了又不能吸收 怎么能成之为对身体有益的营养元素 因为我们肠道中的细菌特别喜欢它 我们来看一看 肠道菌群是指积聚在我们未肠道中的 包括细菌 骨细菌 真核生物和病毒的一个集合体 那么我们肠道中有多少这些集合体呢 天然生物呢 是数以万亿计的微生物 万亿的微生物 这么庞大的一个生物群体 竟然在我们的体内与我们共生共存 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和代谢 起到了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今天来自于意大利 这个叫卡梅里诺大学团队 他们在food factory上 这个杂志上发表文章 那么补充膳食纤维 可以延长果蝇的寿命 具体来说 补充膳食纤维 可以促进更健康的肠道环境 并延缓衰老过程中的生理失调 为了探究膳食纤维 对果蝇寿命的影响 研究人员对雄性和雌性果蝇 饲养在添加不同膳食纤维 浓度的标准饮食中 结果发现膳食纤维 能够影响雄性和雌性果蝇的寿命 并且在雌性的果蝇中 补充膳食纤维 寿命延长10% 随后研究人员就对粪便 进行了16SRA基因的测试 分析发现 补充膳食纤维以后 果蝇有益的微生物组 风度较高 益生菌对人有益的微生物含量明显增加了 而对人体有害的 包括牙包杆菌 甲丹包菌 还有里斯特菌 以及长球菌 风度显著下降 有益的微生物增多了 有害的微生物减少了 那么这样对我们的身体代谢和免疫自然就有好处 第一步研究发现 膳食纤维补充可以改善雌性果蝇的肠道免疫防御机制 调节果蝇相关脑蛋白的表达 大家经常听说 我们的肠道是人体的第二大脑 从而改善果蝇的生理功能和代谢 所以膳食纤维确实是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的重要而有益 什么食物中膳食纤维含量比较多呢 那就是亲友医生经常给大家推荐的 蔬菜 水果 全骨类的食物 还有各种杂豆类 里边都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 那么膳食纤维不但会改善您的肠道健康 改善您的便秘 而且还会改善您的代谢和增加您的免疫功能 延缓您的衰老 好 那么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快乐健康幸福平安 也欢迎大家关注汽油医生共化健康 我们明天再见